阿平真是闲不住,蹲在地上又开始盲目,屋里还有刚满月的孩子,独居带着孩子生活的滋味很是不好受。 关键是住在竹子房里面,到了雨季外面下大雨,室内还会下小雨,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对于阿平来说有一点困难。 身后的小房子,不是厕所是家里的小鸡舍,今天想着再多买一点鸡回来,所以起床以后就准备制作一个鸡舍的围栏。 家里两个菜园的菜都已经种植好,这又想着多搞一点养殖,买点小鸡,等孩子长大点的时候可以有鸡蛋吃。 手里的木头全部加工,当作鸡舍围栏的支撑,孩子太小,没人给看孩子,也不能上山砍竹子,所以就是家里有什么可以利用的,直接用就行。 本来阿平院里就不是很大,每天都给自己找很多活干,其实这样也可以让自己不会无聊。 一边在院里干活,一边还要时不时地听着屋里孩子的情况,毕竟自己家里四通八达,随便一个角度都可以进到阿平居住的房间里面。 木材的最底端已经用砍刀加工程锥形的,拿上一根根直接插到土里面,把养殖机的竹子防围起来就可以。 最近阿平需要每天下山去挣钱,把小鸡舍围起来,下山的时间长, 也不用担心他们乱跑乱飞。 屋里孩子也开始动,这肯定是要醒了,倒上起床以后,一直到现在都在睡意当中,阿平在外面干活,似乎都没有发现。 孩子的声音越来越大,这时候阿平发现了情况,赶紧到屋里去看看孩子,在外面长时间的干活都不能省心,毕竟孩子还小。 小小的身材,小小的个头,不仔细看都不容易发现孩子的小头在哪里。 正好从屋里把绳子拿出来,全部的木头插到土里以后,直接把秘木的安全网固定到木头上就可以。 蹲在地上开始裁剪绳子,阿平可以说每天都穿不同的衣服,小生活相对来说还是不错,但是不清楚是谁买或者谁送的。 只知道可能马上就会有好事情发生,如果说来得快一点就好了,不然每天阿平都像这样,自己在院里忙碌,回到屋里孩子太小,还不会说话。 有啥事情每天只能跟家里的狗子聊会,就像是对牛弹琴一样。 这样的生活,如果说短期的像是旅游一样,在这里居住其实挺好,长期地住在这里住了半年多的时间,想想感觉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 昨月子期间基本上没有下过山,见得最多的也就是村里的好心老人。 现在孩子一点点大了起来,所以阿平就更加掀不住,能想到下山挣钱,肯定是要挣点钱。 一圈全部固定好,现在阿平手里的还是一个活动的,可以当作一个小门,以后进出也会比较方便。 开关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,反复地试了几次,对自己的做法还是非常满意。 一切准备就绪,收拾东西,阿平也就准备下山,紧跟上期视频,上山收获野菜,到了村里很长时间才卖完。 多少也是挣了一点点钱,抱着孩子,家里鸡舍的围栏也制作好。 这样就可以到村里看看谁家有小鸡,买上一些放在家里,以后慢慢养着。 发现这一家院里有鸡舍,直接就上前开始询问,说不定人家还真会买。 房子主人出来,开始了解情况,看起来跟阿平的年龄也差不多,人家都可以住这么大这么好的房子。 两人对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 如果说阿平不被自己的老公赶出来,其实阿平家里的条件也算是可以。 以前的生活也很幸福,来到鸡舍的门口,还以为到了阿平家的鸡舍,跟阿平制作的鸡本一模一样。 里面还有很多大公鸡,地上跑的小鸡也不少。 买上一些回家养着,过个几个月就可以吃上鸡蛋。 因为身上的钱不多,今天下山买鸡,阿平也是自己跟自己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,本身就没有挣钱的地方,花钱的时候也就会变得更加的犹豫。 两人就开始了一起抓鸡,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阿平的笑声,感觉几个月她都没有这么笑了。 碰到同龄人,还可以在一块聊会,真是不错,憋得时间久了,都容易憋出饼了。 抓了几只大的,最后再要上一点刚孵化出来的小鸡。 抓鸡的时间非常短,阿平的笑声也已经停止。 这样的快乐时光可以多持续一会就好了,阿平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舒畅。 前面抱着孩子,在鸡舍里面抓到最后一只,就像是做游戏一样。 要是有邻居有伙伴,每天开开心心的多好,但实际阿平的生活现状不允许。 暂时给阿平用一个黑色的筐子装上,这样往回走的时候拿着会方便。 什么时候等在下山的时候,还把筐子还回来就可以。 最后给人加钱,这样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回家。 本身阿平就居住在大山上,平时很少下来,所以基本也是没有朋友。 阿平老家其实不是这个村子,从很远的地方嫁过来,平时跟别人接触的少,所以说也不是特别的熟悉。 抱着装机的筐子回来了,什么事情都想在前面,鸡舍的围挡也做好。 把鸡放到小竹子房里面,先让它们适应上几天,就可以把它们放出来。 在围挡里面随便跑,随便玩。 又是一天的日常生活,总是在忙碌中度过。 从来都没有看见阿平好好的坐在床上或者坐在凳子上休息一会。 但凡有一点点时间,还要照顾怀里的孩子。 这样的生活还要继续,只能慢慢地等待孩子的长大,等待一个奇迹的发生。 产妇阿平的早餐都吃什么,抱着孩子煮了一碗也没有全部吃完,看来是没有心情。 外面的天早就亮了,阿平也该起床了,或许今天阿平看起来不舒服,跟以往的情况很是不同。 简陋的竹子房里面,一张竹子床,阿平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多的时间。 推开没有锁子的卧室门,站到门口梳妆打扮一番,一天的生活又要开始。 阿平可以说跟大山比较有缘,从小一直到现在都是在山上渡过,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大山。 拿上粮食准备喂鸡,上期视频,阿平在山下买了十只小鸡,以后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需要先照顾它们。 有了鸡舍的围栏,就算把它们放出来,也不用担心它们乱跑。 以后想吃鸡蛋,可全指望鸡舍里面的一群小鸡。 当然肯定也要不断地照顾,还要再有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。 回屋以后,点燃中式灶台里面的柴火。 这段时间很少见阿平,早上起来吃饭。 今天或许是自己的身体不舒服,不吃饭一天都会无精打采。 洗漱台周围的围栏坍塌了,无形中又给阿平增加了工作量。 平时洗漱洗澡都是在这里,今天正好还没有安排别的事情。 所以就计划吃饭以后,上山直接砍竹子,改造家里的洗漱台。 一个小锅长期用柴火做饭,外面都熏得黑得发亮。 家里其实也没有多余吃的,菜园早就已经没有菜。 锅里放上一个鸡蛋,家里还有剩余几袋豆奶。 也就成为今天早上唯一可以吃的食物。 床上躺着阿平的儿子,看着也非常的精神。 鸡蛋好了以后,直接倒在碗里,搅拌均匀,可以直接吃。 这就是今天早上阿平的早饭。 最近总是下雨,就连室内的地面显得也非常的潮湿。 在这种环境中,长期地居住下去,对自己身体皮肤其实一点都没有好处。 关键是,阿平的儿子也才刚刚满月,没有多长时间。 凭最近发愁的事情也是越来越多。 一碗大杂烩,只能自己一个人享用。 孩子太小,肯定是还不能吃外面的东西。 坐在凳子上,今天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唯一看到阿平起床吃早饭的一天。 蹲在地上连一个凳子也没有,胡伦吞早适的吃法。 吃完以后也要准备上山。 现在的阿平跟以往不同,无论到哪里,必须的要带上孩子。 家里没有多余的人照看,放在屋里,阿平肯定不能放心。 并且今天上山地方距离自己家非常的远。 什么事情总要有个开始。 以前只领着孩子下山过几次,从来没有上过山。 出发前不忘了给孩子换一个尿不湿。 孩子正常用的尿不湿也是能省则省,基本上就是24小时。 本来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,自己一个人领着孩子挣钱的项目不多,能省的地方尽量的就省掉。 出门以前的准备工作也不能少,必须要保证自己和孩子的安全。 住的房子四面透风,但还可以抵御一点风寒。 每次出门,首先要保证自己和孩子不会被风吹倒,不会因此生病。 这也算是出门必要的前提条件。 关上一道道门,留下狗子在家里看家。 如果有陌生人来,钩子其实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。 家里没有值钱的东西,但是竹子房对于阿平来说非常重要。 每次上山都是穿着小拖鞋,看着都费劲,看着都替他捏一把汗。 今天需要的竹子比较多,所以阿平也要付出一点时间。 这座小山上的竹子,好在阿平可以随便用,也不用付钱,当然也不是自己的竹林。 阿平是被他的丈夫赶出家门以后,临时在这里搭建庇护所,才有了自己的小房子。 很多竹子可以随便用,山上横七竖八的树枝还是多,阿平也只能低头看竹子,看着跟前的地方。 所以也会为孩子多多少少担心,树枝树也稍不注意,就有可能伤到孩子。 砍竹子对于阿平来说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,没有多长时间就砍下来十几根。 竹子砍好也是今天的工作刚刚开始,运下山到家以后再加工,至少半天的时间又这样悄悄地会过去。 眼前很多竹子阿平也开始发愁,怎么运下山至少需要找一个绳子捆绑,这样才可以保证自己不会再二次反攻上来。 自己可以受得了,估计孩子承受不住,一次次地到山上吹风。 山上也是静得让人发慌,本身住的地方距离村子很远,这里几乎都没有人上来,所以安全对于阿平来说至关重要。 但凡出现一点意外,摔倒划伤,这里不用说,肯定几天都不会有人上来。 下山的时候,可以看到穿着小拖鞋,其实还不如不穿,只会给自己增加负担,只能慢悠悠地往下走,好在今天比较顺利。 站在原地,终于可以松口气,整理一下孩子的背带,接下来就可以直接回家。 打开小院的大门,这一去来回一个多小时时间,这要是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,最多半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搞定。 平时就是一个很能干的人,现在有了孩子以后,必须的孩子要放在第一位。 回来以后洗漱一下,多少可以松一口气,但还是要照顾孩子。 早上起床,阿平简单吃了一点饭,孩子什么都还没有吃。 脱掉厚重的外套,这时候也并不着急,照顾好孩子,把孩子哄开心,只有孩子不哭闹,在床上自己静静地躺着。 接下来,自己才可以有更多的时间,来完成今天的工作。 一个人一个娃,还有一条狗,生活在大山深处,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体验? 远离城市的喧嚣,阿平不费吹灰之力实现了。 上期视频,阿平上山砍了很多竹子,现在直接开始把洗漱台的围栏进行拆除改造,以后无论是洗菜,洗澡都会变得方便了很多。 虽然一个人生活在山上,但每天都有事情做,也就不会闲下来多想。 做好自己的事情,改造自己的小家,慢慢地让它变成理想中的世外桃源。 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中生活,将近一年的时间早就已经变成了习惯。 在这里没有人打扰,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,自己每天给自己计划各种事情,不用上班打卡,更不用为了吃的发愁。 现在更是有一个满月的儿子,每天和阿平作伴,小生活其实也不错。 拆掉捆绑的竹子,回屋拿把工具,又要开始加工竹子。 每天的活虽然安排得比较多,但相对的都非常轻松。 每天就像打发时间一样,度过一天天的生活。 在这里生活水平虽然不是理想中的特别好,但至少一点烦恼也没有,这是有钱都买不来的。 刚开始没几分钟,屋里的孩子又开始哭闹,只能停下手头的工作,当作休息,先照顾孩子。 一个摇摇床绑在房间的竹子上面,孩子放上去又可以坚持一段时间。 抱起来孩子以后,孩子立马就变得安静,感觉就像是有第六感一样。 每隔一段时间,看不到阿平孩子就会变得非常粘人。 越是照顾孩子,阿平心里越舒服,毕竟在山上没有一个可以跟自己互动的人。 以前没有生孩子的时候,家里的狗子就是阿平唯一的朋友。 现在有了孩子,每天都像宝贝一样的对待。 拿着刀死死地盯着竹子,一根根长竹子,需要全部加工成竹片,再编织成竹片围墙。 每天的工作都是这么枯燥发味。 好在每天有很多的网友都在关心阿平,并且时不时地给阿平出一些合理的建议,这也让阿平的心里非常的暖。 加工完一部分,直接开始组装,当然已经提前测量过洗漱台地板的尺寸。 利用竹子制作各种的房子以及围栏等等,其实时间都不会太长久。 时间长了,加上雨水的侵蚀,慢慢地都会变腐烂,所以需要不断地再重新建造。 如果说一次性地用实木板的制作,那就比较长久,但至少阿平现在的条件还不允许。 地上方方正正的第一片竹子围墙,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。 特别地简单,但做起来又特别地难。 在山上时间对于阿平来说是最容易获得的事情。 每天都有很多的时间等待着阿平去安排一天的任务。 什么时候把地上长长的竹子全部用完,阿平的竹片围墙几乎也就可以做好。 身后的小狗窝,简易的小房子,也是阿平亲手制作。 陪伴阿平时间最长的,其实也就是每天陪在自己身旁的小黄狗。 阿平一边盲目,其实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视频角度镜头,观察一下房子的东南西北方向。 就是瞪大了眼睛,也看不到一户人家在这里居住。 其实这里就是村里大片的农田。 田里有活的时候,村里人就过来盲目,没活的时候,经常就是连人的影子都看不到。 眼前看到的木材也是阿平一根根从山上砍下来,想要制作洗漱台围栏。 只有简单薄薄的竹片肯定不行,还需要有支撑的东西。 第一根最长的搬过来,直接插到洗漱台的角落,每件事情在阿平眼里看来都非常的简单。 但如果我们亲手做的时候,或许一天时间也完不成阿平两小时的活。 毕竟每天生活在这种环境中,早就已经经验丰富。 剩余的木材全部搬运过来,根据不同的高度,还需要再进行裁剪。 很难想象一个人是怎么度过一天天的生活,每天在家里一个可以跟自己聊天,说话的人都没有。 刚生完孩子的几天时间,还有一位好心的老人每天过来帮忙。 孩子稳定下来以后,老人也有自己的事情,几乎也没有再来过。 拿着刀加工坚硬的木材,木材的底面需要加工成锥子形状的。 今天改造洗漱台也不是阿平特意安排,算是临时给自己加活。 忙碌完以后,今天也并不能结束,下午还要背着孩子上山去寻找可以卖钱的东西。 屋里的孩子有了摇摇床的帮衬,变得非常开心。 看起来非常的悠闲,跟忙碌的阿平对比起来,也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 木材框架做好以后,顶面为了放防水的叶子,还需要再用竹子横向树向搭进一个固定的底座架子。 阿平蹲在地上又开始干活,细心的很多网友说阿平戴着项链,每天穿着不同的衣服,化着简单的妆。 其实生活水平还是可以,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她的日常生活。 至少阿平现在还没有出现生活非常困窘的情况,还没有出现解不开的情况,毕竟已经有了一位小哥,每天都在无形中的帮助她。 阿平真是太厉害了,一个洗漱台顺便改造出来一个洗澡的单间。 又要领孩子,又要干活,真是不简单。 阿平已经把框架全部做好,孩子在屋里也非常的安静,这样才会有更多时间在院里忙碌自己的事情。 家里虽然小,但是阿平恨不得把每一寸地方都可以好好的用上。 原来在洗漱台上面连一个小屋顶都没有,每次到了下雨天还有洗衣服的时候都非常的不方便,尤其是大太阳的时候也非常的暴晒。 最顶上一根竹子固定好,马上就可以安装成品的竹片枪。 今天阿平可以说过的非常充实,今天一天干了很多活。 制作竹片枪的时候,多做了一片,可以放到正中间的位置。 把比较小的空间再单独分割出来一个可以洗澡的地方。 本身阿平就比较爱干净,这样以后自己每天晚上洗澡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。 坐月子期间,阿平就一直用凉水来洗东西。 现在阿平说自己的腰都有一点不舒服,或许留下了一点后遗症。 当时照顾孩子一个月,家里也没有多余得人,每天什么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。 洗澡两侧都是比较高的竹片枪,正好阿平的投入出来,家里有什么特殊情况可以看到。 这样以后洗的时候相对的安全很多,并且一般家里也不会来人。 下山的时候特意的买了很多的铁丝,家里无论干什么用处非常多。 制作好的竹片围墙,只要可以经受大风不被刮倒就可以。 竹子做好以后还要再次的上山去寻找一些防雨的叶子,跟卧室顶上的一样。 这时候也终于有时间回去看看孩子,等下自己计划一个人去山上找叶子。 上山不管多长时间,把孩子带上就好了。 家里也没有一个大门,四面八方都可以到家里,防止她的老公趁机把孩子抱走就麻烦了。 还好有家里的小黄狗给看门,这样阿平上去也就多少省一点心。 但如果说习惯了,肯定会有出现问题的时候,但是也没有办法。 站在这里,多少可以看到家里的情况。 今天本来计划下山挣钱,早上起床洗漱的时候,发现了洗漱台有问题。 前前后后的一直忙碌到现在。 山上的大叶子一次次的给阿平解决了很多的问题。 省了下山到五金店买采钢瓦片的钱。 就是现在想买,身上几乎没钱。 早上起床也就吃了一个鸡蛋,喝了一点豆奶。 家里多余吃的也没有了,晚餐可以吃什么也是毫无头绪。 最多煮上一点白米饭,在山上采一点野菜叶子,将酒一顿。 看看明天能不能有时间下山,赶紧挣钱换食物。 现在干着干着眼睛注视的方向,早就离开了家里,希望家里不会出现特殊的情况。 整理好一大堆的叶子,赶紧拉着往家的方向走。 回家第一时间肯定要看看孩子的情况。 孩子虽然小,但好像都能感觉出来阿平距离孩子比较远。 孩子在摇摇床里面安静地躺着,吃着小手。 好在一切正常。 接下来,阿平也要赶紧把时间利用上,制作好小房地。 如果说下午有时间的话,还可以背上孩子和竹框,直接到山下挣钱。 其实家里各项的小配套设施也不错,但总是入不了阿平的发源,总感觉哪里也不合适。 小菜园改造了一次又一次,还给小菜园搭建了一个蔬菜大棚。 自己房子周围可以利用的土地,可以说一块都没有浪费。 前几天还把家里唯一剩余的钱全部都买了十几只小鸡。 想得比较长远,其实一切都是为了孩子,以及自己往后的日子,可以用东西吃。 现在又改造洗澡间,当初阿平被丈夫赶出来,来到这块地方的时候,这里还是光秃秃的一片,经过半年多的改造。 或是厨房小院的围墙可以说都有了,唯独后院是一个比较让阿平头疼的地方。 直接连接别人家的稻田,阿平也是左右为难。 说了这么多啊,一转眼,阿平把小房顶的防水叶子都已经放好。 既防水,大太阳的时候也可以防止暴晒,总算是解决了一直想忙碌而没有干的事情。 剩余的新叶子还有旧叶子,完全利用不上,全部晾晒开以后做饭的时候,直接可以烧掉。 不然家附近都没有放垃圾的地方,想要扔垃圾,还要放到村里的垃圾桶。 拿着扫把,再把自己产生的垃圾清扫一遍,本身家里自己居住。 但每天也要保持特别干净的卫生。 毫不夸张地说,有时候一两个月都不会有人到自己家里的。 就连阿平的丈夫,孩子出生都快两个月的时间,也只是偷偷地来过两次。 最后拿上给孩子洗澡的盆,当做垃圾桶来用。 有时候讲究,有时候不讲究。 马马虎虎度过一天算一天,只要孩子可以长大,阿平的最大心事也就完成。 倒在院里一个角落,回到洗漱台,再把水龙头收拾一下。 一个大水桶,大家知道起一个什么作用吗? 最后把水管再绑到竹子上面,就算完成半天的任务。 每天总是看到忙忙碌碌,看不到休息的时候。 希望以后的日子,生活可以越来越顺心就好了。